中秋節不能少的 還有象徵月圓人團圓的蛋黃酥 在彰化 出現了迷你版的蛋黃酥 一顆直徑只有兩公分 這可是一般蛋黃酥的十分之一 除了迷你版也有巨無霸版本 size跟限量都是一般蛋黃酥的五十倍 整個熱量高達一萬五千卡 有沒有看錯 這蛋黃酥顛覆大家印象 有直徑兩公分的迷你版 體積只有正常蛋黃酥的十分之一 也有跟十寸蛋糕一樣大的巨無霸版 不管大小size都讓民眾嘖嘖稱奇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 你一直看到我這個大顆的 做成小顆的感覺會 吃起來比較沒有負擔 很像那種法式那種珍珠小泡芙 迷你版蛋黃酥 一小顆熱量六十大卡 多吃幾顆也不用怕 至於巨無霸版塞進五十顆蛋黃 一大顆熱量就超過一萬五千大卡 熱量驚人 切開當成披薩大口咬 超大份量 吃了三天還吃不完 你家吃幾個人 吃了幾天 還沒有吃完吃 三天還沒吃完 三天還沒吃完 特殊蛋黃酥師傅本身是 彰化鹿港知名肉包店的女兒 傳承家中的好手藝 從巴黎藍代廚藝學院畢業之後 反台創新台式糕餅 除了顛覆蛋黃酥size 就要連一般蛋黃酥上頭撒的芝麻 為了符合巨無霸比例 也特別改成黑瓜子 創意度破標 我們前年是做迷你的月餅 然後覺得說很可愛也很精緻 今年做特大的月餅呢 是因為覺得說 就是家人可以中秋團聚嘛 然後家人回來的話可以一起分享 覺得也很棒 一般蛋黃酥不夠看 如今出現迷你版跟放大版 傳統中添加新創意也 蹦出新火花 謝林一鳳 張華報道